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最好賺 那當然就是賺觀光客的錢 我們在俄羅斯發現 有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生意 他們穿著這些布偶裝 然後就到處跟這些觀光客 不管是俄羅斯人或是外國人拍照 尤其鎖定 女衫 然後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先很可愛的過來跟你拍照 嗨! 他會這樣給你 還握手 握手 然後像我們有被問過好幾次 他們就直接說來來來拍照 如果你這個時候一不小心跟他拍照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輕易的脫身 接下來他就會跟你要錢 這個價格 我不知道是多少錢 我剛剛在旁邊看到了兩個中國人 跟他拍照 後來我們去訪問他們 你猜猜看多少錢 問一下你們剛剛有跟他們拍照嗎 有 你們後來要付錢嗎 我們付了 付了多少錢 很貴 很貴 真的啊 很貴 我猜五百 對 一個人五百 人民幣 蛤? 人民幣 人民幣 千五千 你是認真的 認真的 他們就是拉著外國人 看到外國人就要拉著拍照 然後 對 我的天 我們就 他一來然後就開始拍 他是先拉你過來直接拍照 對 你也沒有說要 對 那你 沒有猜到這麼貴 對 你們知道要付錢 但是沒想到這麼貴 我們就開始 一般這樣會付錢 就付一點小費嘛對不對 對 對 主要是 當時出了一點問題 有討價還價 對 但是他付款的時候 他已經給我按了五千 他已經按了 他手一抖 就把錢付出去了 沒有 後來我們獎價 本來說是一個人 一千五百五 但是 他錢已經付出去 後來就變成了一共四千人 兩個人 哇 他們不願意把錢還你 他們的說詞是 他們銀行轉照是轉給他們的director 但這個也沒有固定的價格吧 我覺得 沒有 肯定沒有 你兇一點他就會少一點 就是他們給你的卡上面寫的 整套是五千五百 但是 就是隨他給 那個價格是隨他寫的 你兇一點他就會少一點 對 真的很誇張耶 拍幾張照片 要五千盧布 是台幣兩千五耶 我覺得 有點怪 我想要深入地調查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看能不能訪問到他們 走 OK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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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0,2picture,0 沒有錢? 對,沒有錢 沒有,聖誕快樂 寶貝,寶貝 謝謝 0,沒有錢 2picture,0 你確定嗎? 對,1,2 OK,謝謝 OK,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 聖誕快樂 好,我們問了一下 500蘆布啊,大概是一個照片的價格 但是這個價格呢 其實你可以 隨便你自己 講價 他剛才就問說 好,我們沒有蘆布的話 那你要付什麼? 歐元? 美金? 什麼東西? 最後呢,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沒有錢 他就說 好,沒關係 Merry Christmas送你 但我們非常小心啦 因為這種東西有可能出了盆了 所以我們都全程 都有錄影 所以我們不怕 就說你說No Money了 好,OK 那我們就拍 那拍完之後呢 真的也沒有收錢 還算OK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我一定要跟大家講啊 你要非常小心 要不就是說 有錄影存證 那你就可以全程而退 或是先講好價格 不然如果你先給他拍了 大部分人會不好意思說 好,我們現在就走 照片都拍了 你就沒什麼談判空間了 如果照片還沒拍之前 其實價格都好說 也不會太貴 不然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被坑了 你就很兇的說 不要 我就是給你一百 你要 要就拿 不要就走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這樣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怎麼樣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怎樣啦 只是可能會大罵或怎樣 但是應該不至於說人身安全會有怎麼樣的問題 我看看能不能問到他們 一個小時 可以賺多少錢 這個生意到底好不好賺 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會不會接受採訪 我們也不確定呢 他們會不會透露這個消息 好 跟著我們一起深入調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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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英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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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影片嗎 對 OK 他們不要我們拍照 沒關係 好我們之後收掉 他可能聽不太懂我們問的方式 然後他說一次拍照應該是三百到五百 但是我不知道他一個小時可以賺多少錢 這是我想要問他的 你說的 說表演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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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太好了 好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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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新年快樂 我們剛才稍微知道啦 我們跟這個金色的那個人講 他說他們是五五拆帳 老闆拿50% 然後他們自己拿50% 他們一個小時大概賺1000盧布而已 大概台幣500塊 其實也不差 可是我有點懷疑這個數字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生意一定更好 所以我覺得他有所保留 或許還有更不為人知的秘辛黑暗面 但是這邊呢 我其實也不敢太余目張感的去問他們 走到戰區 一級戰區走 對 你講英文吧 對 我可以問你 什麼事發生了嗎 他給你錢嗎 這個男人 多少錢給你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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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給他們五千人 一張照片 五千人 是 是 不是五千人 他們說五千 五千 五千 我們不知多少 我們不知多少 我們要付錢 我們要付錢 他告訴我 這張照片 一張照片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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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付錢 你付錢 沒有 你刪了照片 是 他在你嗎 是 但你只是說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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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不是 我 是 五千 是 瘋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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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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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吃 可以 好吃 OK 我問甚麼 多久 10 一時間 廣告 好 根據我們剛剛問了幾個人的結果 我們大概可以發現這個表面上看似非常可愛的動物套裝拍照 其實背後有更大的視力在後面支撐 至於說他們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加入這個集團 然後老闆又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也沒有黑道背景 然後他們的控制的視力範圍有多大 他們到底能夠賺到多少錢 我覺得這一次旅行我們不適合再繼續往下挖下去 我們知道的越多我們覺得越來越可怕 因為這個東西呢後面可能不是我們能夠理解的範圍 甚至如果我們繼續追下去可能會有生命的安全的疑慮 只能跟大家說來到聖彼得堡或是俄羅斯一定要小心 或是在全世界各地都要小心 這樣子類型的你要說是詐騙也好你要說是scam也好 最好的就是大家能夠知道這樣的事情避免它 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碰到了你要具體力爭 然後盡量的安全的脫身 希望大家不要花到冤枉錢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一次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留言告訴我們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詐騙手法 這一次聖彼得堡的詐騙挖掘我們就點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見掰掰